OK 我們到富士山了 但是好像看不到山耶 山呢 沒有山 那我們準備先去領車 我們在富士山的話我們是自駕遊 沒錯 我們是兩天一夜的自駕 我先搜個東西 這也是這邊放進去吧 我們是在這邊下車的啊 喝口湖 吃 喝口湖車站 是 明天也是要從這邊離開 然後這邊也有泡腳的地方 對啊 車站泡腳處 那我們要去領我們的車 去哪裡領 他離這邊車站走路7分鐘是Poyota 但是今天天氣其實還算可以耶 你看有藍天 只是那邊被雲遮住了 阿姨 看晚點可以看到山吧 我們不一定等一下開車找找看 有沒有一個面向可以看得到山 到了 合口湖 其實也沒有很遠耶 對啊 只是因為我們拉著行李 所以 那邊而已 比較辛苦一點 叫做富士合口湖在店 這裡好像郵局 哎唷 哇 我們整個租車還滿順利的 就是因為我在上網已經預約好了 我把預約書給他之後 基本上我們是租兩天的價格 所以這樣子兩天的話是四千塊 一天差不多兩千塊左右 如果說要租車的話就是 在台灣要先申請日文譯本 然後申請完之後 你要去把你的駕照 看一下你的笑棋有沒有到了 噢 到了 這裡是哪裡啊 這裡是湖 就是合口湖的纜車的下面的湖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去搭纜車是不是 嗯 纜車的話因為 晚一點可能就會排隊排很多人 所以我們可以先搭纜車上去 你看那邊上山 但是現在真的是什麼都看不到 嗯 那這個纜車上去是不是 對 不過今天天氣看起來可能再晚也看不到 所以我們就上去吧 那 但它這邊停車是不用潛的 嗯 蠻棒的 嗯 讚讚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我們的山應該要在這裡 就是會看到 是那裡吧 你看那邊有一個山形 都是山形啊 可是要看那個光秃秃的火山 走 上去 好 這裡上去 這邊空中纜車的話 我們是看大人 嗯 還有小人耶 你是小人 往返是1000 騙道是600 單趟是600 來回是1000 我們當然是來回 對啊 我們上去不下來啼笑 有人誰上去不下來 買到了 我們等一下就是上去找這個鐘 因為現在看不到山 我們就自己畫一個 所以就在後面 對 對 然後這個是它上去的那些觀景台 它有一些就是賣東西吃的地方 然後看富士山的地方 它有一個小神社這樣子 然後正常來講 它是會是 楓葉是這樣子 如果楓葉地的話 它可以當九仙耶 哇 好像很讚喔 我以為是一人一台而已 結果是大家一起一台 耶我們上來了 上來了 喔這邊有一個小市集的感覺 對啊這裡有可以吃東西 好餓喔 好可憐喔 我們買個盒的東西吃 好餓喔 我們買個盒的東西吃 好餓喔 好餓喔 是在這邊是不是 對 我們零啊 走去零那邊看 往零那邊看出去就有山 這是 這就是那個 不用排是不是 有沒有 這裡出去應該要有山的 哇 完全 遮擋住耶 完美遮蔽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神社在這是不是 啊 對對對 欸 真的很小 上面是盪鞦韆 盪鞦韆也是可以看那個 我們等一下去盪一下 好 我們在這個小商店買了什麼 買了一支季節限定的冰淇淋 它是應該色香葡萄 聞起來很有那個葡萄的汽水味 真的假的 吃起來很像葡萄汽水的味道 它聞起來就是葡萄汽水的味道 我們還點了一個 團子 它插在那邊烤很可愛 好笑喔 嗯 然後這個是因為你口渴 所以我點了一杯冰被插 就是可以配團子 它有撒黃豆粉跟 這個應該是 蜂蜜那種 但是你不能吃冰欸 我可以吃兩口啊 那個來不是才痛死而已 好啦沒了 氣水的味道 你吃吃看它的團子 這看起來好吃耶 你看它 它沒有撒醬之前就是這樣白白的 然後現在要沾它的那個黃豆粉 它就是 麻糬 然後再沾這個黃豆粉 跟這個甜甜的 我本來就很喜歡這種黃豆粉的東西 很香 好酷 這個比較好吃 冰還好 冰給也不用買真的 兔兔玄色 對 兔兔玄色 來這邊如果說沒有緊的話就是 來這邊吃這個東西 然後 去上去當鞦韆 玩當鞦韆 然後搖一下鈴 對 我們現在就只能去一下 當一下鞦韆 沒錯 這個啊 買票區 一個人五百塊 你要當嗎 不要 如果有富士山我再當 我們去敲一下鈴 好啊 把該做的事做一做 看不到富士山 就把那個美日任務做一做 對對對 解一下美日任務 團子吃了 冰也吃了 然後茶也喝了 鞦韆也看了 聖鈴還沒敲 這八盒喔 為什麼沒聲音 喔有啦 它很裡面啊 看不到 從這邊往下看那個富士集樂園 的軌道還滿長的 滿大的 它那個雲霄飛是多長啊 很長啊 它很可怕喔 超長的耶 超可怕的 做完你可能下來就這樣 OK我們下山了 我們來找吃的 我們要先吃什麼 它這附近有一家小店 然後還滿多日本人會來吃的 這家喔 然後它旁邊有一個可以停車的地方 對 所以還滿方便的 你看這裡一直冒那個東西一邊出來 炸物 對對對 這是賣什麼 可樂餅炸火腿 竹家魚 白生魚 炸豬排 好走走走 這裡有門可以走啊 啊 Sorry 為什麼要開那邊 我以為我很厲害 這個 烤肉 烤肉 哈姆 哈姆 然後這個 烤肉 烤肉 對 這個 是 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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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它這邊很傳統 這就是炸物店 老闆送了一個紫荷耶 可愛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是來買的美人都有嗎 簽紫荷 對著在對著 但應該是它慢慢折的 因為它有幫我們從哪裡來 就送我們一隻 台灣 nice 它是用這個紙包起來 嗯 用報紙 報紙 有耶真的是報紙 拜拜 我們點了可樂餅炸豬排還有炸火腿 對 哇 酥脆 它就是炸 馬鈴薯啦 它有寫中文炸土豆 但是它的土豆就沒有其他像我們台灣那種玉米啊 可樂餅的 它外皮很酥很酥 然後有點黑胡椒的香氣 欸很好吃耶 就是很日式炸豬排的那種脆脆的麵魚 日式那種片片狀的那種麵魚 炸感 就是你最喜歡的那種片片狀的炸感 欸超好吃的 但滿油的 可是剛炸好所以那個油感不會那麼重 如果冷掉的話 整體來講就會變得比較油一點 可是我覺得滿好吃的 這有入鍋要買耶 還好它有幫你準備 用報紙代替抹布 分離了 骨肉分離 但它外衣好厚喔 是那種吃炸豬排咖哩飯會吃到的炸豬排嗎 它這樣子買完才125塊而已 三樣喔 好好吃喔 可以直接吃它的麵衣對不對 吃看土豆 土豆裡面是有味道的耶 我以為只是一般的那種打鈴薯 它是有調過味的耶 應該是加一點鹽嗎 也不算是 因為光看淡白白的 我會覺得很單調 你就說很好吃 但吃起來是真的是有那種可麗餅的味道 雖然說它裡面沒有加任何的 可樂餅 可樂餅 雖然說它裡面沒有加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物 像是玉米啊等等 但是吃起來是真的好吃的 肉的特別好吃耶 好脆喔 很容易苦肉分離 超香耶 稍微墊了一下肚子 我們接下來去尋找一個地點 看可不可以看到富士山 我們來到了富士山的另外一端 你看那邊就是他們有的會在上面露營 看到了這個圓圓的 後面是樹林耶 好酷喔 圍山上露營 富士山在哪裡 富士山的另外一頭也看不到 在哪裡 這邊這個位置吧 不然他們那個一定是要看富士山的 這裡 你這樣一揮揮一揮一手就有音樂喔 你是音樂仙子喔 那這邊有學校啦 可惜了 沒關係 雲太多了 我們再帶大家去吃中餐了 也差不多12點了 因為我們開過來這邊也開了 蠻長一個時間的 十幾分鐘 對啊 好走 OK我們來到吃中餐的地方了 如果天氣好的話 這邊會很漂亮 你看前面 整個一望無際 對啊 現在天氣不好可惜 來 這邊來到什麼 布城 校門 山梨布城 是喔 山梨布城 這邊有包廂 一個一個一個的包廂 現在要吃什麼 這裡 這裡 這個 鍋燒意麵 還有 豬肉的鍋燒意麵 雞肉鍋燒意麵 辣的鍋燒意麵 沒有人家明明裡面就有南瓜什麼東西的 它這邊啊 它好吃的原因 它有一些海鮮啦 對啊 糕湯 南瓜 干貝味噌 這些 這個是有加干貝的是不是 煮貝 這個沒有加干貝 那我們又再吃加干貝啦 可以啊 然後這個 麻肉 生麻肉也是 山梨縣的名產 三隻嗎 喔 DAM 其他的就還好 喔 你看 它這家店 是可以看到 富士山的 而且好近喔 這個是在哪裡 就在旁邊後面 這裡的後面 這個就是慢慢寫上去 你往 這裡走 欸換我們了 我們是要拖鞋子 對 哇 真的耶 前面有一尊大佛耶 它這座位也好酷喔 它是微微斜坡上去的 對啊 我們會坐大佛附近嗎 我們坐大佛附近嗎 五四 謝謝 OK 我們坐大佛附近 有喔 有一點山的樣子 你有感覺到嗎 欸有耶 好像有耶 來了 你的生麻肉 總共有八小片 然後可以沾醬油 上次在日本吃生牛肉 你似乎發現要吃生麻肉 這是什麼東西 大蒜子 蒜啊 薑啊 什麼的 然後洋蔥 洋蔥 看你的表情 好像不行喔 其實還好耶 沒有像生牛肉肉肉味那麼重的感覺 吃起來是有點像生魚片的味道 嗯 因為有加醬油吧 對可能因為我加醬油 然後我加薑末蔥跟洋蔥 我這樣直接一口這樣塞進去 我會覺得 它就是生魚片的感覺 來了 太好吃了 不錯 這個味道最辣的 辣的 這個是辣 對不對 對 辣醬 看我的喔 開箱盲盒 我的是干貝雞肉 你的是豬肉 對 我覺得你的顏色怎麼輕一點啊 對啊 我的顏色好像比較輕一點 喔 也沒有 也沒有啦 差不多啦 只是沉澱的感覺而已 它其實有點像石井麵 然後也有點那種小火鍋的感覺 因為它這個很燙 它湯頭就比較有點那種 覺得是味噌的味道 味噌叫南瓜 南瓜我倒覺得還好 沒有那麼明顯的感覺 它就是有一點那種味噌的那種香氣 跟白菜 蔬菜去煮出來的那種味道 我原本覺得它顏色會有點像咖哩 但還好 然後它的鹹度比我想像中的高 因為我原本以為它會是偏清湯的 然後這像無概念嗎 無概念 就是那種台灣的那種手打烏龍麵 對 看起來很像啊 或是那種可能 Maybe 刀削麵的那種概念 然後它的口味就是 味噌口味 我吃看我的 我喝不出任何一點干貝味 你應該喝我的再跟你比較 先喝你的一口 你的鹹度很高耶 對不對 你的好味噌喔 我這樣喝起來的話 我的就比較沒有那麼鹹 但還是沒有干貝味 喔 這邊好台灣喔 這是台灣麵吧 三界的三連吧 原來是參考台灣的收看 都來了你真的不吃看馬肉嗎 還是你要把它泡熟 好提議耶 會不會泡熟就不好吃啊 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覺得直接吃還蠻好吃的 把它泡熟 把它泡得像那個台南的牛肉湯 對啊 蒜肉 蒜馬肉 欸 真的熟喔 有一點血腥味耶 會嗎 那肯定時間也沒有加薑橘子 所以泡熟還會有喔 哇 我發現它的亮點了啦 你看這個 那是 那是我想像的嗎 鮑魚啦 欸 很大塊耶 整塊鮑魚啊 我難怪你的 味蠻多的 欸 你的有嗎 我的沒有啊 所以我剛剛吃到的那個鮮味 就是這個味道 好吃好吃 你是走紅毯的人喔 呵呵 走星空大道 要慢慢走耶 這斜斜的啊 走太快我會跌倒 好 接下來我們要去 開箱我們的 住宿囉 對 我們是住一間很屌的飯店喔 帶大家去看一下喔 到囉 這是我們今天住的飯店喔 哇 你有沒有看到喔 往前開 是一個社區的感覺喔 哇 再來往前 停車場 停車場 停這邊 好 我們等一下下車拍給大家看 哇 接在大廳還是蠻溫馨的耶 對啊 坐一下囉 它這裡有這個小鴨鴨 可以給你配洗澡 黃色的小鴨 黃色的小鴨 自己拿 你說浮在水面上這樣子 然後它這個還有精油 喔 精油是不是可以讓你那個 室內比較香 沒有 它應該是滴進去泡澡的 就是你可以帶回去裝 然後滴精油跟這個泡澡的這邊 喔 說去我們的那個房間裡面 嗯 因為我們是有浴缸的 然後它這邊也有基本的那個啦 咖啡 這個是湯 然後這個是那個耶 Soup 乳酸菌 不會是可可比斯吧 不知道 人家喝嗎 但它有HOT 現在先不要 然後它這邊 早餐跟晚餐都是另外點的 早餐的話是1800日圓 然後晚餐的話是4500 4300 有兩種 對 我們沒有點啦 我們想說就是來這邊 就是自己吃 我們在辦你Check in的手續 這個是歡迎力 喔 真的嗎 這是什麼 兩條巧克力 哇 這個園區 這是我們住的喔 嗯 我們自己一棟喔 他還把我們搬行李 對 我們兩個人就包洞了 大家看一下我們包洞的住宿 怎麼樣 喔 OK 謝謝 這邊有鞋子 謝謝 OK 鞋子 不鐵 鞋子脫這個地毯上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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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樓的管卡 OK 哇靠 哇這還自動升起來耶 我們還有一個廚房耶 我們這廚房還有這個 你看後面是我們的床 對 後面是我們的床 然後我還看到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這是磨咖啡豆的是不是 它這個給我們咖啡豆耶 它有這個濾掛 濾掛紙 對 你可以自己手沖 哇這也太棒了吧 然後 這也是我們的房間 然後這是我們的客廳 然後 這個就應該不會出去啦 然後其實我們這邊還有一個後院有沒有 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這個後院就是我們的 那應該 不太適合奔跑 這房子移就好了 我們去看看二樓 然後這邊是有兩張床喔 按電鈴了 剛剛不是它不是按電鈴嗎 我們其實可以直接重新跟它對話 可以看到它 可以看到它 看有沒有壞人 所以如果朋友來包不同洞 你可以享有非常好的隱私耶 對對對 在這裡就可以完了 一樓的話我們本身就有一間廁所 這是洗澡有嗎 哇 欸不是我以為只是廁所而已耶 沒有它是整間的浴室 剛才可以住很多天耶 這應該住兩天的 哇這個叫做 有一個 泡澡的地方 然後 哇 太讚了吧 而且很乾淨 超乾淨 真的 哇這個可以好好睡一下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門耶 這是二樓 這邊的話是那個 你可以放衣服啊 或者是行李逛衣服的 好那你去二樓 就是一個家了 你要去喔 你一定要去喔 好去 去二樓 你為什麼要把它關起來 你這個沒禮貌的孩子 因為你說是二樓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 怎麼了 它為什麼馬桶長得不太像 它上面還有飲水機 它這是洗手的 喔洗手的 不是喝水的 不是 好 然後二樓的話在這裡 哇這階梯還自動感應 一階一階給你亮 一階一階給你亮耶 喔 天啊 而且它竟然是那種木頭的香氛味 我們還有三樓 我們還有頂樓 好來 我們先看這個門是什麼 應該是廁所 應該是馬桶 對 對 沒錯 馬桶 燈在哪裡 OK 馬桶 對 馬桶 就是如果說兩個都四塊肚子 剉賽的話就不用搶馬桶 呵呵呵 這邊也是一個那個衣服的 包錢箱 對 然後 然後這邊的話 一進來是 一個大客廳 哇靠 欸投影機啦 而且這裡還有一張床 對 這邊還有一張床 我們應該是睡這裡比較舒服 哇 就等於說這個包洞下來其實可以睡四個 六個 因為樓下是 二二 然後這邊二啊 嗯 對啊 最多六個人 二樓廁所在這裡啊 它隱藏起來 就是 你投影機這邊拉上去 這邊是廁所 它這裡應該也能泡澡 喔 跟一樓格局是一樣的 很棒耶 推 推推推 一樣是可以泡澡的 我們再去看三樓 三樓三樓 三樓沒有 營冰燈了 它這邊也給你這烤肉爐耶 沒錯 你夏天如果來的話 你都可以用 它還有聞香 你看它這邊有這個 火聞香 然後還有這個夾子都給你 好 這個缺好BPN的 鞋子 我要開門囉 走 哇 外面也是很舒服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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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個陽閃還可以自己撐耶 他說如果說有富士山的話 基本上是往這裡看出去 這裡嗎 對他說看這個方向 但是因為今天天氣真的不夠好 所以我們只能看到 這邊 富士級 哇 好近喔 哇 富士山是在那個方向 哇 這間超級棒耶 那我們在房間休息了一下 現在要出門了 那整體住起來怎麼樣 更新退房 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先去 繼續去覓食吧 我們來到了這個 Ogino Supermarket 超大的超級市場 我們今天因為 因為河口湖這邊晚上的東西 好像比較少喔 吃的東西 就是比較早關啊 其實也是有 我們現在去吃也是有 但是我們想說 我們住的住宿 是比較適合那種親子家庭 或是朋友一起來 然後旁邊就是遊樂園 那大家晚上一定是會 可以 不想出門 煮個好吃的對不對 我們就幫大家來拍箱一下 這邊的超市 有什麼好吃的大家可以帶去 這個Ogino 而且 因為我們的那個裡面 它有那個烤肉盤 煎肉 可以買和牛 買一些肉品 是比較CP值高的 看 三倍 哇 這跟乾杯一樣大顆 超大顆 買一個回去烤烤看嗎 好啊 要不要買一個明太子 明太子 好像可以喔 欸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比較討喜欸 499有5顆 但是我們這只有3顆 我看到這個 161也是3顆 跟它差不多 那把這個放回去看起來有點噁心 它太黑了 買這個好了 欸但是我覺得這個 比較好看欸 比你這好看多了 那都買 都買 而且我這是生食級的欸 生食的大干貝 好買 都買 怎麼都在買海鮮呢 我買肉啊 對啊肉啊 我要去買肉 這裡啊 這裡啦 到了到了 哇 牛排 但是還蠻貴的 欸這個 來買這種和牛啦 有沒有 燒肉用中 鹿兒島和牛 然後這個是鹿兒島和牛 但是它這個是整塊的欸 這樣比較便宜嗎 欸怎麼感覺起來差不多 這個要自己切啊 這個 這個不用切啊 那我這邊應該是買不用切的吧 嗯 直接買一個和牛 然後還要再買其他肉嗎 應該買個燒肉 欸我看到了 我看到這個 鹿劍島產 喔 這裡是和牛欸 你要吃哪一種 這是什麼用啊 這好像不是燒肉用欸 啊 這是那個火鍋是不是 是嗎 是有洗燒 這買個肉吧 這個好不好 好 它是中和的感覺 北海海島產 OK 因為煮米太麻煩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買這種飯 喔 微波就可以吃了 還有幾碗 兩分鐘 這樣是三份 可以 三份夠了 如果說要買燒肉醬的話 可以買像這種 就是台灣人很愛的 序序院 序序院的燒肉醬 對 它就會有那個 序序院吃序序院的感覺 但是我們是喜歡吃鹽的 我找到了 就是這個 這一系列都很好吃 我上次是買這個鮭魚口味的 它就是 拌飯然後可以做那種 握飯糰 給小朋友帶上學 帶便當的 那 如果說你飯沒有味道 你就可以拌你自己喜歡的口味 這拌的真的很好吃 欸我想吃這個 昆布的嗎 昆布的 昆布的 這個牌子這一系列 然後跟這邊這幾個也都可以買 這幾個 這個我跟你講 拌飯就很好吃 喔 超好吃 OK 我們回來了 外面真的下著小雨 那時候 要跟你煮飯喔 跟你這麼大的廚房 就是要讓你盡情的發揮 還有這個鍋子耶 韓式烤肉在烤起來耶 蛤 東西很齊全耶 你好像很忙耶 還要洗菜 喔 我們還有餃子可以吃 還有飯飯 我們買了這個和牛 加北海道的一些肉 然後還有 乾肺跟扇貝 然後明太子跟 自己炒的青菜 隨便煮煮 然後還有煎餃 還有柴碗蒸 Nice 我們的飯是有拌過這個了 它這個就是你只要 熱飯前把它加上飯去微波一起 它就可以因為有那個溫度跟濕氣 它就會把它融化 嗯 對 來吃這個煎餃 好 嗯 喔 妳有加熱的火喔 當然 妳在想我怎麼會脆的 我煎很久耶 嗯 要加熱一下 然後有那個醬汁 好吃嗎 好吃 先拿吃和牛 沒有想到這邊 它還有備這個鐵盤給我們烤 嗯 它除了有廚房 還有這個鐵盤很讚 它這邊的話 就是有提供醬油鹽巴 跟那個胡椒鹽 其他的東西都沒有 所以說如果 可能要快炒那種的 你還是要買那種 要嘛就是料理包 要嘛就是要買 一點點油回來 對 就可以拿回來炒菜 有沒有 喔在滴耶 哇 哇 你要配點鹽巴嗎 沒關係我先試試原味 好 我準備鹽巴給你 它有帶筋啊 嗯 不會耶 很好吃耶 不知道我吃到的時候我帶筋 呵呵 可是很好吃對 就是那個咬下去 那個和牛的油脂 就直接噴在你的嘴巴裡面 還蠻不錯的 這個北海道的 牛肉 和牛比較好吃 哈哈哈哈 它這邊的晚餐的話 好像也是有那種烤肉或是火鍋 只是你就不能買你自己喜歡的 因為我們其實買完 跟它的價錢其實也差不多啦 所以我們畢竟買和牛 我們買和牛 我們還有海鮮耶 對 來吃吃看這個波牛的手藝喔 再來日本吃台灣的炒空心菜 喔 非常的原味 讚 喔那這樣 今天這樣吃下來 最電意買的就是我們 第一個選的那個和牛 那個和牛跟北海道的那個牛 還是真的有差啦 干貝的話我推薦 就直接買那個生死期干貝也很便宜 然後如果你還吃不飽 再買個煎餃 或是飯多滿一點 其實我們一份和牛 其實就很飽了 嗯 像我們那個北海道的肉 我們就吃不完 吃不完 我們好像買到四元份的份量 他很貼心 連這個那個保鮮膜這些都有 但是建議大家還是煮火鍋比較好 我們整間都是煙 我們必須得把窗戶給打開 沒有啦 因為和牛真的太油了 對 而且重點是 最下面的很可憐 晚上還會聞到烤肉味 做夢也會覺得肚子餓 你們有三五成群好友來的話 建議還是煮個火鍋就好 或去外面吃 你在幹啥啊 哇 哇 你也太chill了吧 哇 大螢幕可以看耶 哇 這邊也可以跳break in耶 這麼大的空地 哇 好chill喔 對啊 那邊的話就是我們睡覺的地方 嗯 哇 而且我們洗完澡 我們發現 這個 這邊真的超棒的地方 他這個啊 是他一個 可以讓他保持浴室乾燥 跟換氣或者是涼風什麼的一個功能 沒有暖氣 沒有暖氣 如果說你冬天來 因為富士山可能會很冷 嗯 然後有機會遇到下雪或什麼的 他可以急速預約暖房 裡面就有暖氣超溫暖的 你不會怕冷 然後更厲害的是呢 不要看他只是個單純的浴缸 看一下這一台 他的浴缸不是單純的浴缸 他還有可以做的喔 哈哈哈哈 而且他還有做之外啊 他這邊有一個東西 Open 他是可以控制溫度的 對可以保溫 然後也可以出水 對 他會讓你的那個 你可以控制出水 然後讓他保溫 所以你泡澡的時候 泡湯的時候 因為他的拉筆有提供那個沐浴鹽 嗯 就是泡澡的那個精油跟鹽巴 你就可以加進去 然後在這裡泡澡 從頭到尾都不會冷掉 對 他這邊就是會出水的地方 然後還會控溫 然後他的背品都很香很好用 他的背品這邊 對 吸發乳 沐浴乳跟那個 身體的 然後他還有一個 他像澡糖一樣的地方 這裡 這也是很方便 可以做 對有做的 然後這邊也有淋浴的 然後又可以泡湯 而且你不要看他只能進來這裡預約喔 然後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你知道嗎 他外面也可以自己的預約 真的假的 所以你在外面你就可以 可以先漏水了 沒錯 哇操 太扯了 上下樓的浴室都有這個功能 如果說你是兩對情侶來的話 我覺得是剛好啦 因為六個人有點太多 對 六個人可能就是家庭 但就是輪流行 沒有辦法那麼舒適 嗯 但是他有兩間浴室 對對對 準備休息了 晚安 OK我們退房了 我們睡過頭了 太好睡了 我們直接睡到翻掉 然後被打電話 這間真的超讚 覺得來富士山一定要住這間 比其他的飯店都還要好很多 就我覺得應該說 因為富士山蠻多那種 是溫泉飯店的 可是大部分你可能一個晚上要花到 萬以上或者是八九千以上 那我們住的這間價錢還沒跟沒有 我們兩個人訂才五千五 對 重點是因為價錢 我們覺得是很可以接受的價錢 然後住到一間很不錯的民宿 我覺得他更像一個民宿的感覺 但是包棟民宿 然後他又有飯店的質感 對 而且我們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開車進去停裡面 我們有專屬的停車格 就是我們那一棟的停車格 然後我們出去要check out的時候 因為我們已經有點慢了 那他們全部人都站在門口迎接我們出去 而且我們不用下車 只要給他放卡就可以直接走 對 很舒服還跟我們敬禮 哇 那我們記得帶大家去吃一下 第一個餐廳 走 今天天氣也是拼音的 對 我們這一條其實就是最熱門的那個 大家打卡店啦 沒有 沒有 那個叫做什麼計時店 對 的打卡店 就在這邊 我們在這條商店街上 對 那我們來到第一間就是這一個 金金軒 好 謝謝 OK 我們內用我們先上去 對 哇 為什麼 床邊 他上來這邊有一個景觀的窗戶 應該是往這個方向可以看到富士山 所以窗戶才會坐在這邊 喔 嗯 我們點了一個他的杏玄餅 然後跟一個冰淇淋紅豆湯圓 Nice啊 紅豆湯 那杏玄餅旁邊還有一個小小的一罐的醬料 他就是他的糖 喔糖 就是糖 A糖 杏玄餅就像那個絕餅 有沒有黃豆的那個絕餅 喔 然後加上這個糖這樣 內用的他就是多了那個米果 那種東西 然後跟底下優格嗎還是冰淇淋 嗯 底下是像那種 優格酸酸的 然後有這個米果 那這個就一小塊而已是不是 就這個 嗯 他本來 他是一塊 小小的 然後有三四塊這樣子 嗯 嗯 好冰喔 超冰的 因為他有冰淇淋 他旁邊那顆就是冰淇淋 我吃吃看 嗯 這邊好酸喔 這其實就是絕餅的 好軟的 然後加那個 黃豆粉 嗯 就是讓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吃個點心這樣子 哇 你怎麼走那麼遠 煙霧繚繞耶 你看那邊 煙霧繚繞 我們很像來到我們山林的秘境 山林涼喔 什麼啦 欸我們到了我們要吃的地方 哇 這個富九娘喔 有開嗎 這一間喔 三一 哇 你真的專門在挑這種在地的店在吃耶 有耶 有人耶 不好意思 他還有賣一些 乾糧 乾糧 餅乾 餅乾 古早味餅乾 三一十堂 嗨 2 可以在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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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左 左 OK OK 他每個人都有一個包廂耶 我們可以坐這裡 這邊有英文菜單 這個是烏龍麵還有這什麼飯 丼飯 還有蛋包飯 還有豬排飯 謝謝 這是燃肉餐廳的服務 喔服務 OK 謝謝 燒肉定食 又服務送我們一個 烏龍麵 哇 那吃得完啊 那這是我們天婦羅烏龍麵 湯聞起來有點受洗燒的味道 嗯 嗯 花枝喔 嗯 花枝 很大塊欸 嗯 那天婦羅花枝超大一塊的 可是就是這一塊 就是很吃得飽的味道 是喔 這不能抱有什麼期待感的感覺 對 它就像是一個是 讓你吃飽暖身子的那種點 嗯 一個就是感受那樣子一個 比較復古氛圍的一個想 也昭和時期的那種牢房子 嗯 來喔燒肉定食 它的肉好像我媽煎的肉排 嗯 嗯 醬是甜甜的 這我滿喜歡的 燒肉定食喔 嗯 喔真的假的 要吃什麼味道喔 就是有點壽喜燒甜甜的那種感覺 然後因為 鹹鹹的 所以很下飯 啊有這個青菜 可以稍微 接點那個鹹 跟脆脆的口 我覺得肉有點偏硬 對 但是我覺得可以再煎的 稍微再焦脆一點 會比較 好看一點 然後口感也會比較好 你真是早課體質欸 整米小間店 被你弄得 全部都是日人 呵呵 阿嬤阿嬤回過來了 去找阿嬤付錢 啊辛苦的阿嬤 哇奶奶還送我們這個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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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thank you あと 我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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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握手 這個 喔 Thank you very much 欸很扯喔 你真的是招課體質喔 喔 他是知道我是招課體質 可以送我這些東西嗎 那可能喔 因為我去完之後 然後就變成這樣 我覺得它不是美味 是一個體驗 人情味 跟體驗一個 日本古房子的感覺 對 那再來我們 來到這一間 很可愛的小店 很特別的小店喔 好可愛喔 哇你就專門在體驗這種 在地的 超在地的小店 哇 它那個 木頭的味道很重 嗯 很香 木質香 哇 你要做哪裡 這裡好了 對我要做拷貝的 哇 好招合喔 哇 天氣好的話 因為這一面都是可以看到富士山 所以窗戶如果出去的話 是可以隱約看得到富士山 喔 那很棒欸 而且你看後面全部是黑膠長片 喔 哇 還有陰陽師欸 漫畫 哈哈 陰陽師 哇 這是它的家耶 酷耶 沒有營業的時候可能以前就是 睡在這邊吧 喔 對不對 它點餐就直接給你一個白板喔 呵呵 這邊就是喝個咖啡啦對不對 對 它有賣蛋糕點心那些小東西 這家也是老奶奶店 富士山我們都來吃老奶奶店 欸有啦有富士山欸 看到了 怎麼可能 你有看到嗎 沒有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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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丁名店街上面有富士山 有看到了也不錯欸 我剛才 看過去頓食以為 欸剛好看得到富士山了 結果剛 看好像要是招牌 我們點了抹茶 然後 豆漿可可 唉唷沒有豆漿喔 對它是用豆漿去做的可可 跟這個餅乾 手工餅乾 喔它這個手工餅乾 芝麻棒 喔芝麻棒 吃吃看 嗯 嗯 喔芝麻味好濃喔 嗯 香耶 你喝喝看你的抹茶 嗯 它就真的完全是抹茶 它如果要加的話它也是加豆奶 就是豆漿豆乳 嗯 欸滿香的耶 欸它真的很好吃耶 嗯 一開始吃下去會覺得芝麻味太濃 但是回甘之後那個味道好香 嗯 喔這裡的氛圍好舒服喔 嗯 就是點個小東西 即使沒有富士山 也很舒服 那我喝看我的這個巧克力 好 豆奶 巧克力味濃嗎 不瞞您說 有點像那種 蜘蛛岩的那個巧克力的味道 嗯 真的有一點點 你喝看是不是 我講的沒有錯 嘿 它那種蔥泡粉的那個味道 對啊 美露啊 還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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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沒那麼甜 對 平常你說那個機器岸的那種比較甜 嗯 它就是有一點點豆漿那種 黃豆的那種豆乳的味道 嗯 我覺得還蠻香的啊 是我會喜歡的 嗯 那 因為天氣真的 就是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 吃的喝的也吃飽喝足了 我們決定要離開了 希望大家還是會喜歡這一集 沒有富士山的富士山美食特輯啦 呵呵呵 那記得大家喜歡我們 也要幫我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那我們分享我們都有美食做紀錄喔 大家掰掰